今天切块料子 料子是 一万块钱买的 讲究说看这地方有没有一个小圈口的镯子 最主要的镯子位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这地方不是有个姜吗 这个姜 然后他是从这样子斜着这样这地方过来的 应该是说这到这就没姜了 然后刚好这个位子够柿子嘛 就有一个镯子位 切这个料子就等于说从这中间有个镯子位的地方给它打开 打开如果有镯子就做镯子 没有镯子做牌子 然后牌子没有咱们就做珠子 嗯 反正牌子上这明面上已经是有牌子了 表面上看这个糖色也可以 然后这个细度也可以 而且颜色也特别的亮 这个是切出来以后这一面没有抛光的都已经特别特别油润了 但是如果 再抛光的话那就更油润了 然后现在就去切吧 然后 呃 这边的话是用的带具切 我们没有拿到若枪去切 若枪那边暂时只有手锯 这边这个就是手锯 然后 现在这块料子想用这种带具来切 如果是好料子的话就尽量用这种带具切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可以省料子 手工切的话 嗯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废料的 废料的还有一点就是手工切的话 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切那么直 像带具跟这个油具它相对来说切的比较直 大哥 你那个卖的那个 啊 你卖那个 这是我卖的那块料子 我这切出来很好呀 这个 棒棒的 大哥是我们山西老乡 去年在钱莫买料子的时候 因为我和小白比较忙 所以就没有陪着大哥买料子 嗯 然后大哥买了一块一万八的料子 后来拿到河南去切 觉得很有可能出镯子 然后在切的时候让家人抱圈口 结果家里的人 圈口还没有抱过来 料子一刀下去就切废了 今年大哥是特意从山西老家 千里迢迢的来若羌找我们 想要买一块可以切镯子的料子 然后想送给爱人和女儿 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特别的谨慎 不能辜负大哥千里迢迢的这种信任 说切的好得很 看一下 怎么样 怎么样 马上就要开奖了 看一下怎么样 太薄 看一下这细座 看一下这细座 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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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可以 看一下 这个这个已经把镯子划出来 这个镯子应该往上去一点 往上去一点应该是往这上面走一点吧 这个地方明面上已经有一个 这地方中间两个都有 这个镯子出来漂亮的吗 对对对对 而且这种料子出镯子的几率非常低 小伙伴们现在啊 做出来了 这个薯镯就是那种颜色特别漂亮 糖色也特别亮 然后特别润 属于这种暖色调的 不 还有一个大牌子 这一个稍微大的牌子 四六的大牌子 这四六吗 四七了这 四六 这两个不好的边角料 然后做了两个这种小的这个 然后就不说了 然后说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 看正面的话 如果他还应该是 十个四千到五千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像这几个小牌子 这个稍微好一点 上面稍微还是带了一点点小结构 像这个牌子的话 基本上均价的话是几百块钱 像这个手镯的话 基本上可以打个五六千块钱 是很正常的 基本上像这个牌子和这个镯子 基本上就是 能回本钱嘛 这个镯子和这个大牌子 把本钱回来了 一万块钱本钱回来了 然后就是 这三个牌子 然后还有这五个平安扣 还有这个小板板 这两个小板板就是转的 对 可以 大哥开心吗 大哥 这一次过来以后 这个想法实现了啊 没有说是白跑一趟 就是每个矿上的料子 它都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这个矿上的料子 它的特点是 它基本上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成功率啊 百分之二十都说高了吧 它就成功率非常非常低 但是它一旦出货的话 那么它的料子颜色又好 细度又好 但是它普遍又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 会有一点点微棉 老伴们 我真的这一次特别开心 去年我们也没有陪着 然后切失败了 然后今年小白陪着专门去买料子 然后切涨了 就是我们自己来说的话 心里面觉得也很舒服 因为客户开心 我们就很开心 如果客户切失败的话 我们真的会心里面特别特别难受 好了 关注我 我是阿宁 永床天阳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 祝大家都心想事成 我们就看一眼